我們今天是本校跟臺灣休閒有機學會做第一次大型研討會的辦理 我想這幾年來在木質比較聰明的情況之下 各國都一直在發展要修行的外國的事業 那我們整個光光革命之後其實有幾個比較大的挑戰 第一個就是我們是以臺灣歷史文化鎖讀來三個 所以如何打造清晰的一個歷史文化鎖讀的一個形象 包括你的時間的一個策略 那能夠讓遊客能夠認識到 要認識臺灣是從臺南開始 臺南 臺灣從臺灣的原鄉 遊客可以包括外賓包括遊樂 像那一天來兩天來三天來四天的 甚至在四天的都有 那你怎麼去安排包裝的行程 兼顧陳跟江澤合作 江澤的安排包裝行程 這一點對我們來講是相關的一個重點 這一點對我們來講是相關的一個重點 對我們來講是誰的 我只是在耳邊看到